大家好,欢迎来到会生活频道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春天就要到了 让我们来看一下三月可以种什么菜呢 首先我们要说一下各位菜友朋友居住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那么当地的气候可能是不同的 比如南半球和北半球,它的季节正好相反 而内陆气候和海洋性气候 即使在同一个纬度,它们的温差,相差可能也是比较大的 在这里呢,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在加拿大温哥华种菜的经验 温哥华呢,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 所以它的双期在三月中基本就结束了 平均三月的温度是3-8摄氏度 双期结束的意思呢,就是在夜间的最低温度 不会再低于零下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将一些蔬菜的种子直接播种在地里面了 各位菜友朋友可以根据您当地的气候 选择您种植蔬菜的品种和时间 第一个给大家推荐三月份可以种的是萝卜类 而在萝卜类中推荐大家种的是樱桃萝卜 它很好种,成熟时间也快 通常一个多月就可以采收了 这些是我家后院以前的收获 这些小水萝卜真的非常的好种 第二个给大家推荐三月份可以种的是菠菜 菠菜呢,耐得住低温 在温度比较低的情况下呢,就可以发芽了 而菠菜的成熟时间也是在一个多月 所以我家呢,同样在每年三月也会播种菠菜 这是我家后院以前春天播种菠菜的样子 是不是很简单呢 第三个可以种的呢,是Kale 中文叫羽衣甘蓝 也是很多朋友都喜欢的菜 三月份可以播种 它是一种非常耐得住低温的蔬菜 在冬天呢有少量遮盖物的情况下,在我这里甚至可以过冬 第四个呢是芥菜,英文名字叫Mustard 同样是在三月份地里就可以直接播种了 非常的耐低温 第五个是白菜,第六个是油菜心 都是非常喜欢冷凉的蔬菜 我家通常会在三月底的时候种上一些菜 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家后院 每年春天种下的油菜心和白菜收获的样子 油菜心成长非常的快 通常一个多月 第七个呢是豌豆 我推荐三月底的时候播种一些豌豆 基本上三月底室外温度就稳定在10摄氏度了 就可以直播了 第八个是蚕豆 蚕豆呢是所有豆类中最耐低温的 理论上二月份就可以播种在我们这里了 我建议大家可以在三月份播种 它成熟的时间大概要四个月 第九个是芝麻菜 建议大家三月底播种 这种小青菜呢一个多月就成熟了 同样呢都属于快种快收的 这是我家往年收获芝麻菜的成果 第十个就是再次推荐的土豆或者叫马铃薯 它三月份是一定可以播种的 它的成熟期呢大概是三到四个月 我家每年三月份的时候都会在后院种下很多土豆 这是我家去年的收获 收获了两百多个吧吃了一个月 说完了这些可以在陆地直播的呢 再给大家讲一下需要在室内提前育苗的蔬菜 第十一西兰花它的成熟时间大概三个月左右 我家每年也会种上一些 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家每年春天在后院种下的西兰花成长的样子 第十二茄子 第十三辣椒 第十四番茄 都是需要提前育苗的 我们在三月份就可以准备起来了 然后五月份等天气稳定的时候 稳定在15到20度的时候再把它移植到外边去就可以了 至于茄子辣椒番茄如何育种育苗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 里边有详细的介绍 第十五阳白菜或者叫卷心菜 圆白菜 第十六芹菜 大家可以在最早三月份的时候提前育苗了 经过一到一个半月的时间 它们就可以移植到室外了 我家每年也会在后院少量的种植一些 会生活频道呢 致力于将我们后院亲身种植蔬菜的一些经验和您分享 我们也会随时更新 在室内或者室外种植蔬菜的状态 也期待您的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